今天下午 济南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 通报了目前济南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情况 4月24号0点到24点 济南市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2例 均在集中隔离期间发现 病情稳定 其中实例是顺泰广场阳性感染者相关病例 一例为天桥区报告阳性感染者相关病例 一例为4月15号报告零工人员确诊病例相关病例 4月25日零时至十二时 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 其中12例为相关区域核酸检测筛查阳性感染者 12例中厘城区8例 欢迎区3例 发热门诊1例 9例为顺泰广场阳性感染者相关病例 1例为建筑工地阳性感染者相关病例 1例为几种隔离期间发现 对于大家关心的商河等传播链疫情 发布会上也进行了介绍 目前国市列车输入 商河等传播链疫情已基本结束 建筑工地包含零工 莱武等传播链疫情已基本控制 我们将有序做好 风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 降级检除工作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月24日 全市检除风控区14个 管控区14个 防范区10个 目前 济南市正全力推进相关区域核酸检测 争取快采 快送 快检 快出 快报 全面排查潜在感染源 第一时间把风险管控住 在区域核酸检测中 如引人员遗漏 应检未检 造成阳性感染者失察失控地将严肃追究责任 对我市 辖区内的住户 单位 特别是小餐馆 小市场 小美楼美发店 小旅馆 小超市 小休闲娱乐场所 进行一次拉网式全覆盖排查 诸户 住单位 上门走访 见面 询问 海时登记 诸人查验健康码 行程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 读出未参加核酸检测人员 及时参加 疫情防控期间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在防疫中 为了能够快速精准喀窄流调 对个人实名信息的采集比以往都要普遍 会上 济南市大数据局有关负责统治还专门介绍了相关部门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措施 并对保护个人隐私 作出相关提醒 建议少用各类即时通讯工具 传输敏感信息 尽量使用公务邮箱 点对短点 传输个人信息 并增设文档密码 密码要使用短信 电话等方式另行通知 疫情期间更要擦亮眼睛 谨慎判断诈骗信息 手机要安装反诈骗APP 提高对电信诈骗的自我防范能力